據報道所說,他亦堅持繼續帶維禁品 因為機場保安限定只能帶100ml以上 對不起,再來說 因為機場本來只能帶100ml以下的液體 包括器皿 而馬逢國議員很明顯是違反了 因為他帶那支髮膠其實是200ml 但是他竟然用自己的身份 說自己是立法會議員 然後強行來帶維禁品 而令我詫異之處,是機管局竟然容許他這樣做 雖然他又說,找他上司來 更奇怪,上司來了,不是偷偷摸摸帶這件事經過 是光明正大地拿一件維禁品經過 這是非常嚴重的 我們有規矩就是有規矩 而規矩是限定了,而不是單單是適用於香港的 這些是國際民航組織來定的一些指引 去到每一個地方亦都會定這些規例 來確保我們的民航安全 所以不應該有任何人有任何的特權 尤其是馬逢國議員 當日只不過是以一個乘客的身份 是不應該用他的特權 其實嚴格上說,他根本沒有這個特權 沒有啊,是 因為當日我們見到梁振英的行李門事件 竟然還可以有建制派的人 這麼無知地仍然想著是以權勢 想著指指個鼻 就可以完全不理這些法例,不理這些規矩 不斷掛在口邊,掛在嘴邊 依法辦事,依法治港 但是到頭來呢,自己就帶頭去違反法例 他還要逼當那裏的保安人員協助 講完訴,讓他來帶過了 其實他以上的行為 都可能涉嫌違反這個機場管理局的負例第十八條 任何人就不可以故意妨礙授權人士執行他的職務 其實他是在防止的 因為其實,根據報導 這些保安職員已經說明 其實他不能帶過去 但是他強行帶過去 所以其實,如果這樣看 他是有潛在違反這個機場管理局的負例第十八條 有沒有一些問題? 我們有問回會議員 原來他的說法 就是他當時的理論 就是真效 究竟是否真的那個液體 即那個gel 有100g 還是那個容器 因為他說 以往見過一些人 那些暖乳 都超過100ml 都可以帶亂上去 他只會是用了少許的gel 在那個索膠的軟的容器之中 這樣就不可以帶上去 最終那個職員 即那個機場人員 找了另外一個更高級的職員 再重生 當年,某部局就不來 然後就說 你不是最高級的 最高級的那個是林天福 然後那個職員就找另外一個 那麼他沒有找到那個林天福 就找到另外一個更高級的人員 然後他就說 那些人員人員去幫他處理 最後就是 把他帶在一邊 然後跟他做一個 把那些gel 做一個訊息 做一些訊息 做一些訊息 然後做一些訊息 然後給你帶上機 那人想問 你覺得這個過程 是甚麼特權 即是他不會說過少許的gel 就是 一些記錄式的訊息 這個很明顯的一個特權 馬逢國可以這樣做 是否代表每一個乘客都可以這樣做 如果每一個乘客 在他們過這個保安的時候 都說自己 無論容器是多大 我裏面那些 其實不是甚麼爆炸品的 那是否每一箱都驗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機場那個 的流量 我相信是大減至少一半 因為 其實你會見到 有不少人士 其實是不清楚這件事 而真的帶了這些 無論是發 gel也好 這些液體也好 結果到頭來 很多都是扔了它 你會見到 在過這個X-ray機旁 其實就有個箱 就是擺這些東西 例如 你會見到有人 水樽 或者打火機 其實扔不少 那些完全不用扔了 以後都 對不對 個個好像馬逢國這樣 就是說 我有得權 我跟你爭 如果你爭論的 你就去JR它 如果馬逢國議員 這麼不滿意 這條法例的話 那你就去 有個機制 利用法庭 來推翻 這個決定 但是這個100毫升 這件事不需要爭拗 是寫得非常清楚 是說的容器 哪怕裡面只有一滴 其實都是這樣處理的 你現在說的是 譬如一個空樽 是裡面沒有東西的 那當然是沒有問題 因為裡面沒有任何的液體 但是現在說的是 它是有的 那這個是完全兩馬子的事 所以馬逢國議員 我覺得他需要出來道歉 亦都需要向這個 機管局的同事 來道歉 亦都要向他自己的行為來負責 我覺得他不能夠說 因為我是立法會議員 又或者 壓人家 然後就說 你叫你上司來 你叫你上司來 又怎樣呢 法例就是這樣 難道有一天 我在街上犯了法 我跟一個普通警員說 你叫高級的肩膀有花的來 那我就可以說得行 然後就不需要負任何的責任 或者是明明有一條 這麼明確的法例寫著 你是可以不遵守的嗎 我覺得 你自己這樣的身份 你更加要尊重你自己的身份 立法會議員 你帶頭為法 還要說明你爭辯什麼 寫著的 白紙黑字寫著的 是在說容器 如果他這件事是成立的話 現在整個機場 每一個乘客都這樣做的話 那機場怎樣運作呢 我覺得這是非常自私的行為 純粹是為了自己方便 不理究竟法例是怎樣 這件事 我想問一下 那些機場民主 最主要是幫他特意做多一場 案件 拿他一點發張 或者驗 驗 然後給他領上 你這下本真的有什麼 是否受壓 就是太可能 這個我絕對相信 因為受壓 正常的一般的市民 一般的乘客 可不可以這樣說呢 如果他這樣說的話 我覺得分分鐘拘捕了他都像 就是說一隻在爭辯 就不讓你過 沒問題的 你就不要坐飛機 他一定是不會讓你過的 一般乘客是不可能可以這樣過 尤其是發現了 其實沒得爭辯的 有什麼好爭辯呢 只不過是利用自己的影響力 利用自己的身份而已 這個這樣對前線員工這樣公平嗎 當然反過來 機管局肯定有問題 有什麼理由 因為他是一個立法會議員 然後你就 哦 他爭辯多兩爭 那你就放過他 這個是說不通的 法例子中有一種 只會有一條 這一條是適用於任何人事的 不應該因爲他的身份 不應該因爲他的地位 而有所偏差 那所以呢 這一件事呢 我會正式 是出信 給機管局 和去回這個保安事務委員會 來到要求一個回覆 那因為 如果今天我們容許這件事發生的話呢 那正如所講 機場裏面有很多不同的條例 不同的法例 那麼個個都用他自己的想法 跟你在那裡爭辯 逐條在那裡爭辯 這個其實是很有問題的 而正如所講 我們不是很久之前 兩年前而已 梁振英也是濫用這個特權 其實現在都有個案件在排行信 相信下個月都會有 這個正式的判詞出來的了 那你身為公眾人士 你是不是也都是這樣 去踐踏一些本身有的條例 是個個都遵守 而這個條例 並非是香港民行處獨有 或者香港機關局獨有的 這個是全世界所有機場都有這件事的 那你是不是去爭辯 是不是 那你去國際法庭 好不好 現在說的是 一個很簡單而已 為了什麼呢 其實是保障所有人的安全 是不是 你會爭 我有什麼這麼危險呢 我立法會議員 難道我想炸了個飛機嗎 不是這樣的 現在說的條例 是使用於所有人的 哪怕你是什麼身份 其實法例只多一樣 是任何人都應該遵守 同一條的法例 同一個標準 跟進就一定了 正常所說 無論是保安事務委員會 以及機關局 這個一定是要一個正式的回覆 根據他的回覆 我們會再看看 是不是有什麼人是需要負責 無論是機關局裡面也好 或者是馬逢國自己本身也好 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他當時的行為 是妨礙著 這個公職人員執行著他的任務 會不會有相關的牽涉 就是犯了沒有這個香港法律 這個我覺得 有一個正式的回覆之後 我們可以繼續跟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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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分 geez 謝謝 謝謝 tunnel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